我们的气氛啦 范茄 你餐了一个礼拜 你餐不够吗 你可以喂我的耳朵给考虑一下下吗 人家真的好不舍得玩的 哎呦 就算不舍得也是要么算啦 就像玩一样咯 对不对 也是啦 解散后的这一个星期 被他们每个人的消息轮流轰炸 最后一场饭真的就忙得快要进去了 解散结束隔一天咯 我们的何晨云就出来 跟大家见面了 就有新歌叫做 Don't forget 而且还找来结婚呢 Faturing 真的啊 欧丽婉真太有传言爱了 所以我伯伯接下来也会发现个人的迷你专期 而结婚除了会开FM 也可能会接眼服装剧 Oh my god 而为了表达对粉丝的爱意的 Dayway以及乌俊 也突袭来个自创曲Cando 跟大家见面的 再来呢 康丹令以及大哥吉宋 也变了新的经纪公司 接下来都会忙着准备自己的solo 大家吉宋 缺热配个2月20号solo出道 3月17号就会来到马来西亚了 OK 盲地瓜林在演唱会结束后 立刻飞去中国拍出 练大件小事了 期待我们的赖演员 明天这次真的归队啦 问候赵也PO了 没有骗人呢 粉丝们 九点八 我们All的群人FM也即将开跑 3月23号也要来到马来西亚啦 Oh 晚辈真的好忙好开心啊 虽然说呢 问问不在了 But 我们的弟弟们还是努力的向前努力中 所以放钱你也是要像他们一样 我会好好加油 努力赚多多钱为欧巴们一年的 Yana和Edan这对Couple 在离开Cube之后呢 大家都非常关心他们的未来动向 原来这对小新女呢 已经加盟了 PSY Side的亲戚公司 Pean Nation 成为了其公司的第二组艺人喔 这消息也来得太突然耶 不过也期待他们在新公司的发展啦 两位欢迎 很可爱的宝剑 这是真的是要当歌手啦 3月20号呢 会以歌手身份在日本发单去啊 有点莫名的感动啊 期待我们的嫖歌手3月来马唱歌给我们听 哎哟 我们防弹芒内中工 才21岁就买了豪宅啊 真的好生怒啊 报导就说她是在去年10月以大约743万令吉买下高级公寓 而且还是以现金一次付进全合体 直接以现金付款真的是太霸气了 21岁的名在干嘛呢 爹爹 爹 你给我爹 爹 各位 欧选韩牛千九丈 又来送好康了哈 喜欢Blooming的朋友 是不是很期待他们来马的concert呢 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就是 三对演唱会的门票 方法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用Blooming的三首歌名来做造句 创意一点点哈 要不然不送你哈 更多的详情呢 赶快去到炫的讲讲里 查看一下下吧 耶